我們現在就來玩玩看這個線上模擬器 你一進來之後呢 先找右上角 找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方子 這就是模擬器的位置 所以你來這裡把它按一下 它會有這樣跑出來 你按一下這個元件 有沒有模擬器就出來了 它的板子雖然不是我們這個Smart沒有關係 好 它是Arduino Uno 那等同你的程式呢 就可以用另外講的 Fly或馬克一號一樣都可以用 好 那要怎麼用呢 如果你覺得這樣太小 有兩種方法 一個呢 是在這邊 你看它的邊邊 有沒有可以拉開 這是第一種方法 如果你覺得這樣還是太麻煩 請按右上角 有沒有放到最大 這個齁 你把它放到最大 那我們就用最大的區域 你來用 就比較容易 第二個 這個元件怎麼拉出來 請你按住它丟來外面就好 盡量不要按一下就放開 因為它會掉在下面 有沒有 我現在是不是有一個不小心就掉在下面了 你只要按一下就放開 它掉在下面 那所以我都是按住拖曳出來 那多的點到它按Delete就好 那麼元件呢一樣 你按一下打開 按一下收起來 那我們現在就從最簡單的開始 其實以前你在玩 如果你有玩過Arduino 你要接一顆LED燈 有一點點多大 因為還要加電阻 對不對 那這個對 如果沒加電阻 可能會燒壞掉嘛 那麼我們來試看看 在Webduno裡面你看 LED燈我叫一顆出來 叫一顆出來 那麼如果你覺得這個區域 不夠大 用滾輪 往前 有沒有放大 往後收下 所以 好了 那如果你要平移一下 就在空白地方按住滑鼠左鍵 有沒有這樣拿過來了 單一顆的你就單獨移動它 如果是空白地方 就是大家一起動 好 那我們LED燈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有長短角 請問哪一個是正極 哪一個是負極 長角是正極對不對 短角是負極 所以呢 我們長角 假設我就接在10 有沒有 拉線這樣拉出來就好了 短角 我接在GND 就是這個接地的地方 萬一接錯怎麼辦 點到那一條線 Delete就好了 有沒有 這樣Delete就好了 所以用模擬器 不用擔心燒壞掉 那你在接的過程呢 如果你覺得 嗯 這樣子沒有很漂亮 有的人想要這樣 你就在中間 再按一下就可以變折線 就可以變折線 那這個是不影響啦 反正接得上就好了 所以我們現在很單純的 我就有一顆LED跟一個開發板 已經把它接好了 現在呢 我就把原件把它收起來 然後呢 這個地方我也收起來 那它會躲到比較旁邊 你就把它拉出來 有沒有 或者放小一點這樣就好 現在這樣硬體是不是連接完了 其實這個過程跟我們真正在做還是一樣 把硬體先接好 再寫積木啊 好 那您看一下左手邊 左手邊呢 就是我們 block裡面的 積木的功能了 從上面這裡 變數流程基本功能 這就是Google Berkeley最基本的 那麼 從進階功能以下 這些就是 Web Tunnel自行加開發的機目 好 自行開發的機目 所以有些人也許有去玩過那個 那個什麼 Google Berkeley遊戲有沒有 還有那個 好像大概十幾關的遊戲嘛 都是一樣的 都是一樣的 所以你看 我們先來這邊 因為我現在有一個開發板 對不對 所以你找到這開發板的地方 開發板的地方 把它按一下 拉出來 那 預設呢 它本來就是透過什麼 這個 我們現在就是馬克一號Fly 如果你覺得這個太小 你可以從這邊 下面這裡 有沒有加號跟減號 你可以放大 下面這裡 你把它按一下 這積木就可以變比較大 按一下這裡 這樣就比較大 現在這個 基本的開發板都有了 你看 我們預設的話 有沒有注意到 它是使用模擬器 對不對 那後面 連線至哪裡 就是那個裝置的名稱 因為是模擬的嘛 你要叫什麼名字都可以 你打它什麼名字 它就說 我知道了 好 那麼 再來我們看一下 我們還有一個硬體 是不是叫LED燈 嗯 所以你點到LED這邊 你會發現就是 相同 應該說相同的這種 硬體裡面的 相關積木都會放在同一個類別裡面 那最上面這裡 就是先設定它腳位 一個原則 我們一定要硬體先設定好 等於它開機的時候 就先初始化的意思一樣 但是腳位要注意 我剛剛是用10對不對 也許你可以用別的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你可以用別的 那我這樣已經確定好 我的什麼 燈 開發板都OK了 現在我們就讓它亮起來吧 怎麼樣才能夠亮起來 在這裡 一樣LED燈嘛 找到這裡 我這邊有沒有一個叫做閃爍 當然你要直接亮也可以啦 意思是一樣的齁 那我先讓它閃爍一下 把它拉出來 燈 這樣就好了 我們就play看看吧 有沒有這樣就亮起來了 這樣 有沒有比較快一點 沒有接 沒有接 沒有接電阻喔 沒有成功有機能 我部落格有寫 第一個 開發板多一塊 或有元件 你多了 但是沒有用到 比如說你LED燈 剛拉了兩個 給人家丟在外面沒有接線 好 這是一個 那 另外的當然 腳位錯 這也是有可能 對不對 所以你要檢查一下 你的腳位 是不是在接正確的 接正確的腳位 然後呢 我們剛剛有提到 欸 LED燈有長短腳 對不對 長腳是正極 所以是訊號線 短腳是負極 接到接地 那因為它很小 所以那個電源 就不用額外再接那個 3.3或5伏特的 好 您可以找一下齁 在我們的OneNote裡面 有我的文章 我裡面就有寫到 為什麼開發板不會成功 就是那種模擬器 這裡 您點進來 就會看到 最常見的 最常見的 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 你有多 開發板 有沒有 像這樣多一個開發板出來 或者多的元件 丟在外面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 你看元件有時候丟在這邊 比較遠 你故意沒有看到它 可是真的存在 好 再來呢 你真的杜邦縣的連線有錯 還有就是積木的問題 積木 如果 你曾經用過Squatch 它不用的 確實是可以丟在外面 可是Google Barkey不行 你要丟在外面可以 至少你要停用 好 要停用 你不能說我這是有功能 但是又怎麼樣 又把它丟在外面 所以您看這邊 如果您有多了一個 比如說我多了一個 剛剛不小心丟在這裡 這樣就不會成功 那你要留著 因為有些人覺得說我 好不容易寫好了 我要先留著 你可以按右鍵 有沒有一個停用 你就可以把這個積木先停用 顏色不一樣 或者在裡面也可以停用 好 在裡面也可以停用 那麼你順便提一下 如果你積木要丟掉 有三種方法 一個最簡單 按Delete 第二個 往左邊丟 有沒有 第三個 如果你很堅持 一定要看到 這樣垃圾桶打開 才叫做丟的話 你可以拿到右下角 因為垃圾桶會打開 好 這樣OK 好 所以這是剛剛這樣 有沒有很簡單 就完成了